只要我能照亮 每一个朋友的幸福 反正越岸的恰到好处 我很满足 天色越暗越能美得清楚 很少有机会看到MV里 只有Selina一个人的身影 SHE出道14年 继Hippie 田芙真之后 Selina也发行个人首张专辑 从三人变一人 Selina不但要磨合粉丝的习惯度 自己也得学会一个人的寂寞 以前工作的时候再怎么累 再怎么无聊 我们三个人只要聚在一起 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 真的就像麻雀一样很吵 不要躲在快点啊 你停起来 有停了 有在停了 我停了 你今天停房子的心 好像常常是什么东西啊 而且现在风很大 身形都会这样出现 男的的好身材 吵的同时 其实心里也都非常的快乐 所以很想念那个时候的日子 因为现在就真的只有自己一个人 2001年 还是学生的三个小女子 透过选秀组成S.H.E.出道 在当时女力还不够力的时期 普遍不被外界看好 她是9.1 飞机撞四貌大桌 是我们第一张发片记者会 是发片的一天 真的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回去 记者会结束想说 赶快看新闻 就电视全部都是飞机带风 没有 所谓好事多磨 S.H.E.不但没有被新闻世界淹没 感到是越磨越亮 连续几张专辑亚洲销售量破百万张 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 我喜欢自信的感觉 我看见你微笑小天使 这就是爱的奇妙 你是你 你是光 你是唯一的生活 我只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你出来 我说话已没有更好的方法 只能爱你 You are my superstar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S.H.E.人气买气兼具 成为华人圈最成功的女子天团 三个人团结力量大 各自出集也很精彩 2010年 他们切换单飞不解散模式 网戏剧 主持歌唱发展 但谁也没料到 一场爆破戏 打乱Selena的单飞脚步 经过一年多的修养 重新站上舞台 自认爱讲话 所以专攻主持 早期跟吴中宪搭档合作 我猜强化她的机智反应 如果她要求要倒弹 你就送她到千里之外吧 Selena第一次主持就上手 但演表现也让她成为 康熙的代班主持人 你帮我去按摩肩颈 你帮我去按摩肩颈 按不到其他地方 每次代班 总有意外的惊喜笑料 让Selena成了代班女王 S.H.E.的战力 就像变形金刚 Selena 主持歌唱创期 Ella 演戏主持全能 Hebe 专心当歌手 三姐妹是彼此的最佳战友 不论合体 或是各自发展 亮眼成绩 圈内少有